今集是分享我在泰國辦理駕駛執照的流程 講的都是我的故事、我的方法 所以駕駛執照其實有很多方法 我只是分享我的過程 在搞駕駛執照私事前 因為它是政府文件 又要重提一次就要搞主旨證明 主旨證明又要去移民局辦理 辦理之前你必須要在管理署取行業主資料 又要提供證件照片 搞完這個証證明就可以再去運輸署 Department of Transport 亦都在移民局旁邊 只要你自己開車的話 其實是兩分鐘已經到的了 由這個移民局去運輸署 搞這個泰國車牌 你需要帶備它的是什麼呢? 證件相 是你這個貨幣 有一個護照的證本和副本 都是你椅子證的證本和副本 也是你的扁印證本和副本 等到相同的貨幣 還有一個步驟 就是要按照健康證明 一般的诊所都可以做 你只要去到诊所,你需要做一个证证 他们已经知道要怎么做 都是一般的健康检查,血压,视力测试等等 日子帮你去办理,大概为时是45-60天左右 就能够得到你的泰国车牌 当45-60天,你去到的时刻还没得到 不是走过去就能够得到 我的好处是用国际牌 勉强了上课的过程,考试的过程 所以在香港最好的方法,你先取得国际牌 还有一个好处是,你拿着国际牌 你过去已经可以驾到车 不需要等这60天才开始驾车 你提供的文件就是 主资证,国际驾驶执照 还有健康证 这几样东西 到这个到期日了 你去到的时候 其实你除了当日之外 你还可以提供 再连迟的 好处是,不一定必须当日到场 你在那天之后都可以去到场 好,那到场有什么要做呢 其实它都会做一个简单的 是,色盲测试 反应测试 反应其实离不开都是 被油和刹车 做完这两项测试 其实它就已经会帮你拍了一个正见相 所以,尽大提 当日你最好扮得漂亮点 化少量化妆 画眉毛 才去拍这个正见相 虽然,大约由 叫名到等候做测试 到出泰国车牌 大约都是半个小时 二个小时左右就完成了 另外,值得一提 就是运输署的办公时间 和移民局的办公时间 是并不相同的 这个你记得在Google Map 先找到你的时间 二来呢 其实泰国的公众隔期率 是非常多 又非常不同 香港的 所以也都要先查查 它的办公时间 第三者 就是布吉 其实都 时常会 有这个逐区停电 我也很不幸地 当我去拿车牌那一天 就发觉原来 它是当日的逐区停电 所以 环区处和移民局都停止办理 又要押后了几天 所以这些方面 如果你在Facebook 查清楚 Facebook 专业的资料 就更加好 我今期讲解的 駕駛执指资料 就到此为止 下期清言布吉 以示继续和大家分享 我天主 往下期见 阿伯 快点 我们下期见 在那边 看到你的 下期见 快点 下期见 下期见